每天都要做这个工作 每天都要做 他现在都不给我工作 打开电源及播放设备 全美戏院经理吴俊成 做的工作是校长肩壮中 却忍不住抱怨起大哥 也就是负责人吴俊翰 戏院创办人在2020年过世 目前是由大儿子任负责人 二儿子担任经理 全美戏院外挂的看板 全是由老师傅手绘 原来的老师傅严正发离开 传出和全美有纠纷 现在已经换成薛金筑化的 而老二吴俊成则认为 大哥吴俊翰没有处理好这件事 同是戏院的经营也太保守 他联合家族其他的股东 要求换掉大哥 没有新的办法 新的制度 比如说有会员制 比如说有一些优惠办法 比如说加入会员群组 这个都需要去改变 这些经营的策略 戏院才有更少一层的希望啊 而大哥吴俊翰则无奈的指出 戏院每个月支出近百万元 他不放弃传统二轮电影的产业文化 在苦称家人却不谅解 当然我的作风 承袭父母亲的作风 传承下来 可能他们看得不习惯 或许我是一点保守一点 保守不见得是错误 比如说我们文件经营 对不对 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不做 目前兄弟间要解决的是对习院经营的想法 透过家族间的对话 无解的话 最后也只能走上法律途径 东森新闻黄聪俊在台南报道